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中校商业发展 请看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欢迎休斯顿纪事报发行人梅尔女士一行来访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在美南新闻传媒中心新落成的美南环球剧场 接待休斯顿纪事报梅尔发行人一行 包括董事长斯维尼先生 我们已经近20年为见面了 我们上次见面时这里还是荒芜一片 20年来我们经过在座的先驱者诸多社区商业领袖之努力 已经在国际区及西南区发展了近700家个型大小商家及金融机构 成为休斯顿最亮眼的经济示范区 今天我们和纪事报之媒体先进共聚一堂 并且邀及各族意志领袖讨论 如何共同为休斯顿的繁荣和族群共荣而尽力 我们同时有两个愿望 第一 我们希望和季事报每年至少有两次的社区座谈会 讨论我们社区面临着各项挑战 第二 我们希望季事报在休斯顿和全国之资源 和近50家的各族一媒体 包括报纸电视进行合作 举办各种活动 新闻交换 以促进社区全面的经济文化交流 我们和纪事报之交往早在90年代已经开始 我也要特别感谢早年担任重责的麦德威及詹森先生 给予我们华牙一致帮助 今天的聚会是我们20年来的第一次 感谢梅尔发行人之来访 也要谢谢我近30年的老友 罗诞所教授之安排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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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